7.3要讲两种波都是简单的波 所以7.3.1是觉得声波 然后7.3.2是潜水中力波 觉得声波对你们来讲应该也算是复习啦 理论上普悟应该有讲过 声波传递的原理应该有点印象 就是比如说我在这边讲话 然后我的喉咙如果你放在这边 它就会震动 就像这边萤幕上面这边 这边有一个我的喉咙的皮肤在震动 然后附近的空气就会被压缩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微小尺度的波动 那就是会压出有一些地方是高压低压高压低压 所以我在讲话的时候 就会高压低压高压低压传向你们 它的运动方程在下面这三个 然后我们现在只考虑一个方向就是X 所以这个X就是我的声音 从我的喉咙传到你的耳朵的那条线 我们就把它叫做X轴 它不是我们直角坐标说 它一定要指向东边那种X了 因为这是一个一维的波动 然后T就是时间 所以我们用运动方程去描述这个声波的时候 应该有点熟悉 第一项是U 就是这个空气指点移动的加速度 底U除以底T是加速度 然后它会跟什么有关呢 就是跟气压低度力有关 空气中因为被压缩 空气中会有局部地区微小的高低压的分别 所以你这个partial P除以partial X 就是你这个X方向上面的气压低度力 然后Z分之一Z是空气密度 这个就是它的运动方程 然后那是7.64 7.74就是连续方程 他们用的物理原则都跟我们前面 在讲那个大气的运动方程式一样 所以你会有动量要守恒 你会有质量要守恒 就是第二条方程式 然后再来最下面这个呢 是卫温要保守 所以我们叫它绝热声波 Z就是卫温 所以我们的卫温对时间做全微分的时候 这个应该要是零 因为卫温要保守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状态方程啦 我们就可以用这三个方程式去解声波的波动 它在解的时候呢 会用到卫温的定义 还有7.7和7.84 7.7就是连续方程 7.84就是觉得声波卫温保守的那个方程式 用到卫温定义7.7和7.8 这三个东西一起可以导出7.10 然后因为今天的话可能没时间导 那我们先把内容讲完 先把科学方面内容讲完 这个导公式只是数学而已啦 7.10导出来之后 再来我们要做线性化 你还记得我们前面的方程式都是非线性的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把它线性化 线性化之后你才可以用标准方法去解它 就是用复利液技术去解它 那所以线性化的方法都跟前面一样 就是我要把我现在有三个变数 我有U 有P 有Row 然后这三个我就是都把它拆成平均场加扰动场 然后因为我们的方程式里面会有Row分之一 就是那个气压剃度力这边 上面的7.6的第二项 这里是有Row分之一的 所以我们要借用一下这个Binomial Expansion 这种Binomial Expansion的用法就是你分母的这个项 你把它拆成平均场跟劳动场 然后劳动场很小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它近视成是最右边的这个 就是平均场拉出来 后面会有一个括号里面就是E 减掉那个小小的劳动处理平均场啦 这会很小这样子 线性化以后就是长这两个方法 所以我们把它拿两个方程式线性化 7.6是原本的动量方程 然后7.10是我们导出来的这个 你会发现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原本有三个方程式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方程式减少 把变数减少 尽量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之后 我现在剩两个方程式 然后剩两个变数就是U和P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线性化 线性化完之后是7.12跟7.12 7.13这两个方程式 再来就是把这两个再结合起来 目的就是再去掉一个变数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把方程式减少 然后把那些位置数的个数 尽量减少 减少到只剩下一个方程式 然后7.12跟7.13要结合起来 是要有一点技巧的 所以我给你提示在下面 这也是回家自己做看看 你要把7.12对X做偏微分 然后你要把7.13是对 这个东西偏微分一下 这有点讨厌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要看U在哪里 Uplan在哪里 Uplan在7.12在这边 对不对 它前面有一个运算值 是对时间全微分 就是你会有Tendency Term 然后第二个像是平流像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对时间做全微分 对不对 所以Uplan前面有一个这个运算值 然后7.13这个是 Uplan在哪里 Uplan在这里 它要对X做偏微分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Uplan如果要消掉的话 7.12你要让它多出 对X偏微分的这个部分 那7.13你就要让它多出这个 中括号这一大串运算值 所以我们才会 下面做这个动作 这样看得出来吗 所以这个不要10倍 就是它的结合以上两次的做法 其实你是不用10倍的 你要去看原本的方程式长什么样子 然后缺什么就补什么 那个7.12这个4就是命中缺了 所以你要补它 所以你要补它 7.13它的命里面就是缺了这个 所以你要补给它 补给它之后 它们两个4相加之后呢 Uplan就不见 所以去掉Uplan之后 你就只剩下Pplan了 所以最后这个方程式呢 就是一个标准的波方程 所以就是我们前面讲说 你要把它线性化之后 你才有办法用标准方法去解它 然后再来就是假设这个波的解 因为它是波方程 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它的解 一定是sin或cos 这种形式 所以我就假设它的解是这个 掌上面这个 Pplan等于A A乘以Exponential IKx-ct这样子 我先假设波是这个解 但是A我不知道是什么 你带进去解之后 你就会发现A最后通通被消掉 所以它不重要 它不会被解出来 然后我们会解出那个 K跟C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所以就把它带进去 然后会导出下面这个工程 这个 呃 你会看它有很多的I 对不对齁 其实你就把它展开来 最后整理一下 你会求出C 嗯 待会去看一下齁 这里有C 伽玛是什么呢 CP除以CV 你用微温定义去 把7.10导出来的时候 这里就会出现这个伽玛 伽玛分之一 然后伽玛的定义是 大气热一旋那边就已经用了 就是CP除以CP 定压比热除以定容比热 很久远的感觉 对很久远 超久远一定会忘了 没关系 忘掉再复习就好了 好 所以Gamma是椅子的 p bar椅子的 roll bar是椅子 嗯 所谓的椅子就是它是平均长啦 你就把这个式子展开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I都会被消掉 K也会被消掉 就可以抽出像素了 然后会有u bar在这边 所以你在讲像素的时候 要很小心的描述 它是相对于地面的像素 还是相对于背景风场的像素 像我们现在坐在教室里 没有风在吹 对不对 所以就u bar就是0 所以我现在讲话 那个声波就是很单纯的 它自己穿过去 没有背景风场在穿 它的那个声速就是红色框框这边 所以我现在讲话那个声速就是红色框框这里 绝对的声速 那如果现在有背后放一个电风扇在吹 它就会有背景风 对不对 你就有u bar看那个电风扇吹出来的风 有多强 那你就会有相对于地面的像素 或者是相对于背景风场的像素 所以这个就是读谱的效应 救护车 车子在开的那个速度就是u bar 然后车子在开的那个速度就是u bar 就是后面这个声速 它靠近你的时候 那个偶音的声音 你要加车子在开的那个速度 然后c乘以k就是频率 所以它的频率是会受到 汽车开的速度的影响 所以当它靠近你的时候 那频率就会变大 然后远离你的时候 因为那个u是反方向的 它就会变小 这就是我们讲的 因为背景风造成你的 你的声源 发出声音的那个来源 它的频率会改变 所以 那个就是要杜卜特效应 我稍微简短的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后面所有的波动 都是用同样的流程在解 所以我这边没有讲细节 我只有讲流程 就是希望大家先建立那个流程 中间的推导你可以回家试试看看 我们下礼拜再仔细地倒 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个波动 你看这个波动的特性 去把它的governing equation 把它的控制方程写出来 所以不同的波动 它的这个控制方程会不一样 所以找出控制方程之后呢 再来我们就是想办法 它可能四个可能五个 像这是三个 你要把它浓缩浓缩 变成只剩一个方程式一个变数 反正就是 尽量把方程式的数量 跟变数的数量减少到剩一个 然后要做线性化 做完线性化之后 这个一定会是一个标准的波方程 那标准的波方程 你就可以用标准的方法解 标准的方法就是 你先假设波的形式 长这个样子 然后你在假设波的形式 可能最困难的部分在于说 你的这个相位到底要怎么假设 那你就要看你的方程式 譬如说你的方程式 这里有X有T 你就是假设有KX 然后有CT 那你后面会看到 比较复杂的波 它可能会有Y在里面 那个时候你就相位这边就要多 就是我刚刚讲的什么LM那些进去 就是有尾向的波数 跟垂直方向上的波数 后面你们看到比较多范例之后 可能会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 那再来就是把这个解 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 再去整理它 整理它你就会发现 A可以消掉 什么东西可以消掉 那你就会解出来 平散关系 蓝色就是平散关系 那就解完了 然后后面就是物理意义的说明了 那因为声波 没什么好说的就是声波而已 后面会有那个大气里面波动 那时候我们就会讲比较多的 它的物理特征 那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会讲比较多 好了今天就上到这边 好了今天就上到这边